3月6日,埃及货币埃及棒突然崩盘,对美元汇率一度暴跌近40%。 截至3月8日,已经跌至1美元对49.4I棒,继续创出历史新低。 埃及汇率暴跌的导火索,就是埃及政府宣布放开了汇率管制,允许由市场决定外汇汇率。 当然,埃及这么做,并非完全自愿。 此举主要是为了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要求, 而在放开了汇率管制几个小时之后,埃及顺利与该组织达成了80亿美元的新贷款协议。 资金总规模比原协议,扩大了两倍以上。 此外,埃及还将获得12亿美元的环境可持续性贷款,也就是总贷款额度将超过90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为了防止货币贬值过猛,埃及央行同时宣布将关键利率上调600个基点,至27.25%。 但这种汇率崩盘的经济体,怎么样调整利率,其实都是徒劳。 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崩盘,也并没有那么高深。 一句话就可以总结,那就是,高通胀高债务,以及低外汇。 先说高通胀,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,人口最多的国家,大约有一点一亿左右。 但这个国家,有60%的人口,生活在贫困线以下,或接近贫困线。 而且,埃及大部分地区,都属于热带沙漠气候,接近95%的国土面积属于沙漠。 有这么多的人口,又没那么多地方种粮食。 所以,很难通过发展农业,让百姓脱离贫困线。 这也导致埃及,特别依赖国际粮食市场。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埃及是世界上,最大的股物进口国。 比如小麦的年需球量,在900万至1200万吨左右,其中有三分之二,依赖进口。 显然,粮食对外依赖这么强的国家。 一旦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,整个国家,都会跟着晃起来。 很不幸的是,2022年爆发了俄乌战争。 俄乌开战后,乌克兰的粮食产量直线下降。 俄罗斯则是被西方国家制裁,粮食出不去。 更要命的是,这两个国家,还都是埃及粮食的主要出口国。 这直接导致,埃及的粮食价格暴涨,通胀进一步恶化。 2021年底,埃及的通胀,在5%左右,随后快速抬升。 2023年全年,埃及的通胀,几乎都在30%以上。 埃及作为一个,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,薪酬水平本就较低。 目前,埃及公共部门雇员的法定最低工资为,3500埃磅,折合不足100美元。 私营部门员工则更低,目前只有2700埃磅。 这些薪资在埃及可以买到什么呢? 如今市场上,一公斤牛肉鸡肉大米的售价,分别约为400、200以及35埃磅。 也就是说,许多埃及人一个月的工资,可能都买不了10公斤的牛肉。 也正因如此,埃及还存在少见的大宾补贴。 主要汇集,大量底层老百姓,保证他们不被饿死。 但光是这一项,之前据说埃及每年就要补贴,31亿美元左右。 其次是高债务和低外汇,这两个是一体的。 2023年,埃及债务占GDP约94%,而外债就有1557亿美元,占到GDP的37.2%,毫无疑问的高负债国家。 仅在2024年,埃及就要偿还高达292.3亿美元的外债。 此外,接下来的两年,分别还要偿还194.3亿和229.4亿。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借债分两种。 一种叫本币债,主要是跟本国老百姓借,借了钱,反手花在国内。 借的是挨棒,还的也是挨棒,属于内部循环,所以也叫内债。 还有一种就是外债,一般都是美元债。 因为有些东西国内没有,只能去国外买。 比如埃及粮食不能自己,就得去国际市场进口。 这时候拿挨棒就不合适了,得拿国际货币,也就是美元。 那一个国家的美元,从哪儿来的呢? 一般来说,主要有三个渠道。 最重要的,自然就是贸易,无非就是,卖资源卖产品卖服务。 其实,旅游也可算作一种。 为了看金字塔木乃伊,外国游客会把美元带进来。 这种方式挣来的美元,政府可以揣到自己腰包里。 第二种方式,是吸引外国投资。 比如外资想在埃及开场,或者入股埃及公司,那就得先拿美元换成i棒,埃及央行,也就有了美元收入。 不过,这钱跟贸易收入不一样。 外商的钱,相当于是寄存在这里。 将来赚钱了,或是有特殊情况,还要换回美元的。 而数据显示,过去两年,美联储加息周期内,有大约200亿美元的热钱,逃离了埃及市场。 而剩下第三种方式,也就是借债。 那么问题来了,谁会借钱给一个主权国家呢? 早先的借贷主力是银行。 一般债务国信誉良好,能按时还款的。 银行会亲自操刀,动用本金借给主权国家,确保利润大头。 但从俄乌战争开始,埃及的日子,就越来越不好过。 一副要倒霉的样子。 各大评级机构,都下调了埃及的主权信用评级。 基本等于,把随时可能赖账,写到了埃及的脸上了。 而且,银行在主权国家面前,也属于弱势群体。 一个国家不还钱,这些银行自然也没什么办法。 打官司当然可以,但国家享有主权豁免,官司一般打不赢。 所以,现在敢给主权国家放贷的,主要是国际机构。 而最重要的两个,一个是世界银行,另一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。 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职业贷款人,专门服务各成员国。 此外,还有一些区域性质的组织,比如亚投行欧投行,非洲开发银行等等。 这些组织,虽然带着银行两个字,但其实,并不吸收存款。 本金主要是各国交的分子钱,哪个成员国缺钱,组织就给他贷款。 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,大家一起入股,风险共担。 比如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。 基本就相当于,跟全世界借了钱,每个国家都是债主。 而故意赖账,就是与全世界为敌。 当然,即便真还不上,对这些债主来说,也不至于伤心动骨。 虽然几十几百亿美元,看着不少,但各国一分,也就没多少了。 而且,出问题的时候,这些组织,也会代表各成员国,监督债务国节一缩时,攒钱还债。 而像埃及这种,信用贫瘠较低的国家,想象这些组织借钱,可没那么简单。 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借钱就得答应附带条件。 比如放开汇率管制,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等。 简单说,想借钱,就得听话。 不过,埃及对此一直模棱两可。 往往是在借钱时承诺会开放管制。 但借到钱后,又以各种理由推托。 周旋了几次以后,各个国际组织,便愈发不愿给埃及借钱。 但随着外汇收入越来越差,最终,埃及只能让步,实现此前许下的承诺。 对此,国内不少自媒体表示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这是趁人之危,是美国的走狗。 但有趣的是,中国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,出资比例6.4%。 除了世界组织,还有国家之间的单独借债。 比如,埃及就陆续向阿联酋、沙特等几个阿拉伯国家,借了几百亿美元的外债。 全部加在一起,目前总共欠了1600多亿美元。 如果从绝对量来看,埃及的外债规模,其实并不高。 但由于埃及创汇能力的每况愈下,使得每一笔债务偿还,压力都十分巨大。 埃及的创汇,主要是靠油气旅游侨汇,还有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。 其中,油气受影响不大,麻烦的是旅游侨汇,以及过路费。 对于埃及来说,侨汇是外储的一大来源。 但在外界普遍预期埃棒贬值之际,海外工作的埃及人,汇款出现了大幅放缓。 道理也很简单,当大家都觉得,埃棒迟早要贬值,谁还愿意把外汇扔进来填坑呢? 这就跟买房一样,如果预期房价跌一半,谁会愿意当冤大头? 肯定是等跌到位再出手。 除了海外汇款之外,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,每年也可为埃及带来几十上百亿美元的收入。 苏伊士运河,作为连接欧亚的最短航路,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稻之一。 据弗雷托斯货运公司的数据,每天超过100万桶原油,全球约30%的集装箱,经由苏伊士运河运输。 2023年,苏伊士运河为埃及带来了102.5亿美元的收入。 然而,突然爆发的鸿海危机,打破了运河往日的繁荣景象。 为规避风险,多家国际航运企业陆续暂停了鸿海航线。 在此情况下,这条关键航道,也近乎陷入搁浅状态。 根据埃及2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苏伊士运河同比船舶运输量下降30%,运河收入从2023年同期的8.04亿美元,下降到2024年1月的4.28亿美元。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拉比叶,发表声明称,如果鸿海紧张局势,短期内无法缓解。 苏伊士运河今年的收入,可能跌至60亿美元,降幅将超过40%。 为了应对极度外汇短缺的问题,埃及不得不出售国有企业。 去年3月到7月,已经卖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,换了50亿美元印记。 原本埃及想着,今年6月底,再出售35家国企股份,但现在,埃棒汇率崩盘了。 所以目前,埃及只能寄希望于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能尽快发放数十亿美元的新贷款,来解决,目前的燃眉之急。 熬到美国降息以后,压力可能会小一点。 除此之外,目前看不到,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。